時間來 老大一對一單獨相處的時間 一對一單獨相處的時間 要做什麼事 要擁抱他 比較小的孩子要擁抱他 比較大的孩子要勾姦搭配 一定要自己接觸 然後呢 我們做自己接觸以後呢 然後還要來傾聽他的心聲 聽他的傾聽 要回應 我們現在稍微教一下簡單的傾聽技巧 因為這個傾聽可以讓孩子感受到愛 並愛的感覺 然後跟他一起聊天 一對一單獨時間 他會覺得說這個時候 爸爸媽媽是單獨屬於我 所有的愛 所有的注意力在我身上 然後呢 請勤他 你打弟弟是因為弟弟拿走了你的東西 所以你很生氣 你們今天如果是小孩子 聽著爸媽這樣子說的話 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被了解 很舒服是不是 很舒服了以後 內心話會不會跑出來 會啊 對啊 每一次他都拿我東西 好討厭喔 過去壓抑的情緒就會跑出來 過去不滿的情緒就跑出來 這個情緒出來要讓他釋放掉 我們讓他傾聽 讓他又說來釋放掉 讓一個人說說說 他的情緒可以輸減掉 所以當他第二句話的時候 他說 對呀 每次弟弟都拿我東西 好討厭喔 這句話 我們當父母的 現在假設你的孩子 你這樣來幫你做情緒回應 我也是說 弟弟每次都拿你東西 所以你很生氣 很討厭他 於是孩子聽到這句話 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再了解 心中過去累積的不滿會跑出來 對呀 媽媽你沒看到的時候 弟弟很可惡 是不是壓抑的東西會跑出來 這句話 我們要幫他傾聽 幫他紓解掉 傾聽技巧就是 用口領心去感受他的情緒 他的想法 幫他說出來 那麼你幫他說出來 覺得被了解 被了解就可以示範掉 但是下一層壓抑的東西會跑出來 我們再幫他示範下一層的東西 好 所以現在你們 假設你們這孩子 聽到這句話 感覺怎麼樣 所以當他說 對哦 弟弟在你沒注意的時候 哇 好可惡 有沒有生孩子的話 我這樣對你說 我現在就提拼技巧 所以你是說 當媽媽沒有注意的時候 弟弟有些事情很忍辱你 讓你很生氣 有沒有生孩子會感受怎麼樣 對呀 好可惡 媽媽都以為我欺負他 其實都是他在忍我的 那些情況會跑出來 跑出來然後這句話 我們再幫他做同理心的傾聽 所以你是說 不是你故意去欺負弟弟 是因為弟弟常常在忍你 所以幫你惹他的真情 然後下一句話就跑出來 對呀 媽媽其實你讓我罵出來 我其實是很委屈的 那些話會跑出來 這句話再幫他做同理心 如果你是孩子的話 感受一下 你是說 其實媽媽誤會你的 哪怕你是被委屈 被誤會的那一個 不是你故意去忍他弟弟 其實是有時候 都是弟弟來忍你的 對你啊 然後你不知道 我當哥哥的多委屈 多可憐 那是不是內心話會跑出來 那麼我們當家長 這樣子幫他做同理心的傾聽 他過去壓抑的不滿 就會呈現出來 然後讓他說出來 釋放掉 那麼你們在這個過程 你們覺得被了解 被了解就會舒服 然後這個被了解 在同理心以後 會不會覺得媽媽是了解我的 愛我的 不但釋放了不滿的情緒 而且是接收到父母親給的關心 跟了解 接收到被愛被了解 被了解 被啟聽接收到愛 所以我們一定要拖出時間 給哥哥做一對一單獨相處的時間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孩子有沒有收到愛了 有收到愛了 就不會禁錄弟弟了是不是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當哥哥在玩的時候 我們叫他去照顧弟弟 哥哥當然會討厭弟弟 是不是 所以我們大人要轉變我們的觀念 哥哥雖然比弟弟大 他還是個哥哥 他不過比弟弟大兩三歲而已 照顧弟弟是誰的責任 是大人還是小孩 大人 不要把責任丟給哥哥 你把這麼大的責任丟給哥哥 你把這麼大的責任丟給哥哥 會不會管死他基本需求 尤其是小孩子 那麼他的需求沒有來足 你叫他去照顧弟弟 好 再來 再見 再見